勵志尋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姐妹 ㄎㄧㄤㄧㄤ 嗨大家好 我是美根 我是Amber Aloha 怎么样 你刚刚车子停哪里 车位险中求之境啊 Amber今天一进我家门 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ㄟ你知道那车位怎么样怎么样 然後就開始劈劈他講 他關於一個富貴险中求的车位的故事 沒有錯 反正我就是來美根家的路上 就發現 有一個地方 它其實是一般的馬路啦 對 然後通常馬路旁邊不是會畫紅線 不然就是畫黃線 幾乎在台北市 根本都看不到白線 然後結果我就發現有一個路段 它呢前段是黃線 後段是紅線 但中間有一段 诶 什麼線都沒有畫 然後 就是說它介於 介於紅線跟黃線 中間空了一段 沒錯 就很像用橡皮擦 被人家擦掉一樣的一段 對 然後呢 我的車剛好 就跟那一段 的長度一樣 所以我就停在那邊 這是上次 上次 很開心 還拍照 覺得很好笑 結果這次我就是 想說 不然再來看一下這個 車位顯中求的這個地方 結果沒想到 被我到了那邊 诶 又沒有車 對 所以因為是說 黃線地方有停車 就在那邊等 因為他們可能在買東西 這樣子 嗯 然後我就看到 但這個 什麼都沒有的路段 沒有車子 然後我就停在那邊 但我下車的時候 特別看了一下 我就發現 那好像其實 不是沒有畫線 是 他本來應該是畫紅線 但不知道為什麼 全數剥落 就變成一個 沒有畫線的地方 對 所以這就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 地上有一張一千塊 第一個人走過去 沒有撿 第二個人走過去 沒有撿 其實你走過去 你也不應該撿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那個車位 诶 你看在這麼大的大馬路上 有一個車位在那裡 都沒有人要停喔 你怎麼敢停 因為我上次 其實是先看到有人停 但那個人 他是零停 對不對 對 對 他是一個司機大哥 在那邊吃便當 對 所以他是零停 對 或者是零停啊 很不零食的零停 我跟你說 我真的就只想 勸勸 Amber就是 找一個正常車位 對 就是一個小時 三十塊付錢 好好的 把車子 停在那裡 OK 好 我下次就會了 好 對 因為我上次 呃 為什麼找 最後去停 那個富貴險中求 是因為 我本來要停 那個停車場 沒有車位了 喔 上次是這樣 對 然後他臨時找不到 結果美根說 喔沒有 你那個富貴險中求 再往前一點 又有兩個停車場囉 沒有 那你這個態度就像 有一天 你出門沒帶錢包 然後你就看到地上有一千塊 你就想說 什麼 嘿 這又是什麼 嘿 我就用這一千塊 所以第二天你出門的時候呢 你說 嗯沒關係 我今天還是不帶錢包 因為我應該 因為地板有一千塊 對 其實就是這個故事 懂嗎 可是那個一千塊故事 好像比較好 我比較想要那樣子 沒有 但是其實重點是 你就出門要記得帶錢包 OK 我就是要去找 停車位停車 沒有錯 喔 好的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這禮拜 發生了一個小事 什麼 你耳機又掉到洗手台嗎 不是 Evan會這樣講 是因為她看到我在那個 run down上面寫餐廳 喔 不是是不是 不是 是我那一天 就一早就到公司 就開了一個非常非常早的會 那那個會結束的時候 大概是約末中午11點半 然後我就走經過我們的餐廳 我就發覺 哇塞 餐廳今天裡供應螃蟹 太狂了吧 就寫一個什麼香草花蟹這樣子 然後我開始花蟹 對 我想說 哇靠好讚喔 然後呢 我就很高興的 要走回自己的位置上 就先把我自己的什麼筆電 那些都放好 然後我再準備很chill的 去餐廳吃飯 然後在那個路上 我會跟大家說 欸餐廳街有螃蟹 餐廳街有螃蟹 然後就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就 最後我到餐廳的時候 我先預估 是不是悲劇一餐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什麼悲劇 沒有悲劇 然後呢 我就大概約莫 最後我是十二點半 在餐廳吃飯 嗯 然後呢 我就拿好菜以後 我就想到說 欸有螃蟹齁 然後我就在那個 那個 自助吧那邊這樣來回 這樣走走走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 怎麼沒有螃蟹 然後我就看原本 我記憶螃蟹中的那個位置 變成了一盤炒雞 比較南洋風味的 然後我就仔細看那個 炒雞肉絲 我就想說 喔 會不會是我看錯了 嗯 因為有雞肉絲跟螃蟹腳 就是 有可能也蠻像的 ok 這樣子 他們就想說 喔 一定是我看錯了 就是根本就沒有螃蟹這個東西 嗯 早上的時候 我還已經先打卡 拍照在IG上打卡說 餐廳有螃蟹 嗯 然後就是還弄了三個螃蟹emoji 然後好像很炫富那樣子 結果後來中午我就想說 欸 既然 是炒雞 我就覺得自己有點尷尬 我怎麼會打一個螃蟹 這樣子的線動 我就趕快回頭去看我的線動 真的是螃蟹 但是沒了 然後他把他 鋪上雞肉 他把他換成雞肉 嘿嘿嘿 也就是說螃蟹只有 一盤 然後早上第一輪的人才看得到 喔 那你有很氣噗噗的去餐廳說 欸為什麼 為什麼只有第一輪的人吃得到螃蟹 我怎麼是吃雞 沒有 因為他其實就很聰明 他把上面的那個香草花蟹 直接把他換成什麼 南洋草雞絲 就整個都換掉了 喔 哇 對 我就錯過了螃蟹 然後還在那邊亂宣傳說 餐廳有螃蟹 餐廳有螃蟹 這個故事就是跟我們說 你又看到螃蟹 馬上夾 先拿好 再拿去位子上 真的 怎麼會有那種 只有一盤這種事啊 可能 那這樣你們 你們餐廳可能高級料理都這樣操作 所以都是11點半 就餐廳一打開的時候 就會有高級料理出現 你如果上 下次看到烏魚子 夾 夾 對 我先便當盒打開 把夾包帶回家 看到鮭魚路 握手是夾 夾 對 都不用上班了 先夾就這樣 就每天去上公司之後 就繞去餐廳 先拿 拿好拿嘛 對 欸可是講到這個你知道 我前公司 就是也是 零食霸有提供蠻多 就是食物的 嗯 以前很狂 我有看過超梅 那個工程信的同事 他會去拿那個 家裡的保鮮盒 然後去我們的零食霸 裝堅果 嗯 然後因為我們的零食霸 他的那個堅果 他是放在機器裡 就是有點像 飲料機 你不是那個杯子這樣推下去 嗯 然後 那個飲料會一直掉嗎 對 然後我們是堅果會一直掉 嗯 就是你推下去以後 那例如說裡面的杏仁 就會一直掉一直掉 然後他就拿一個超大保鮮盒 在那邊這樣推下去 然後就一直接 摸摸摸摸摸摸摸 人家以為 後外面下大雨了 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想說 蛤 你要帶這麼多公司的堅果回家 這樣好嗎 可是他搞不好是在位子上吃 他就是狂嗑 就是狂吃 那一整個樂嗑樂嗑是不是 對 兩公升這樣是不是 一整天只吃那個 OK 這樣可以喔 這樣也不行吧 就健康的一些疑慮 有點 對 所以我覺得 對啦 餐廳只供應一次螃蟹也好 就以免出現這種 消灘的同事 拿到包 拿到包 欸這樣上班就賺這個了欸 喔你說上班為了賺吃飯嗎 為了賺這個 欸可是你知道我們以前公司超誇張喔 就是會有一個員工被開除 其實是因為 他對外販售 在我們公司吃飯的這個名額 蛤 我們之前公司有規定你一個月 大概只能帶 我記得好像是四次 蛤 四次 然後一次上限是四個人 進到公司裡吃飯 喔 這麼好 對大概就是十六個人這樣子 喔那已經很那個咧 很多 很慷慨的 然後他好像一個人跟人家收 二十美金 欸可是他還是有符合公司規定 只是他收人家的錢 這樣子嗎 對 但你不能 這不符合公司規定啊 你不能拿這個去賣 我說能數啦 喔對對對 他怎麼敢做這種事 而且他有這麼缺那個二十美金嗎 他可能還就是得意洋洋 想說我怎麼這麼聰明 我一定的啊 喔這個 公司小的這種 我是突然想到 我不知道在哪裡聽到 有一個美國仔 對 然後他為了省錢 所以他就去買那個遊樂園的年票 嗯 然後因為他們的年票都有包含 就是你在樂園裡面飲食是不用錢的 所以他其實是為了省吃飯錢 然後買那個年票 然後他每天都去那邊吃東西 這樣真的會比較省嗎 嗯 好像超級無敵省的 他好像是因為是學生 然後繳學代怎麼樣 然後反正他就是省了一大筆錢這樣子 然後就很 就把他的債務還往 不過這樣應該是完全也符合遊樂園的規定啦 符合啊 但就是這個的副作用就是因為 遊樂園的飲食都是一些比較肥的東西 對 或是什麼肋排這種高 高油脂高膽固醇 所以他就變很胖 欸沒有我覺得不只這個 因為遊樂園的飲食都做的比較可愛 例如說以迪士尼為例好了 他的包子就會是綠色的 例如說外星人的包子就 那個 然後你就會吃進很多這種色素 你可能會反映現在你的皮膚啊 眼珠啊 I don't know 但是就是很多食用色素 他可能看到正常的食物 他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味道 對對對 他就會吃一些有很多那個有圖案的東西這樣子 對 或是喝一些紫色的飲料啊 欸真的好噁喔 好 大家還是正常一點飲食 正常飲食 我們今天要錄的其實是 從前從前我們要介紹 歷史上的12月7號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剛好我們之前就前面講到飲食嘛 那我想要跟大家介紹 12月7號 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台受專利保護的電冰箱 就是奇異公司登記的 OK 那我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 就是我對電冰箱這個發明啊 我為他有點抱不平 為什麼 你知道誰發明電冰箱的嗎 奇異博士 哇 你是說 Dr. Strange嗎 沒有錯 那個會一直吸東西的那位 為什麼一直畫一直畫 一直畫就是 沒有我不知道 所以他是一直畫一句話 把納尼亞的冰吸過來 一直狂吸一直吸 好像把那個北極的冰箱全部都吸過來 就變成一台電冰箱囉 並不是 好 所以我查來查去呢 好啦 我也忘記 那個發明電冰箱的人的名字 欸 實在是太不有名了 你剛剛那個發爆不平 結果我捉到他誰耶 但我想講的就是 因為冰箱的發明 他其實經過非常多次的改良 OK 他不是一簇就是 一簇可擊 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一步登天的 哈哈哈哈 陳昱有用對嗎 他不是 叮咚叮咚 沒錯沒錯 他不是像那個燈泡 就是 你現在瞧不起愛迪森喔 我不是瞧不起愛迪森 我意思是說 他就是 一發明出來的第一版 也許跟 現在的版本沒有差到太多 OK 但電冰箱不是這樣 嗯 他是經過非常多次 連概念上都一起改良 哦 才變成現今的模樣 所以為什麼我剛說 12月7號 是第一台電冰箱受到專利保護 嗯 因為這個才是第一次大家奠定了這個Prototype 就是這個之後電冰箱都長這樣子啦 對 沒有錯 OK 好 那我就要講 那到底為什麼發明電冰箱這件事情 會需要這麼多次的轉型 OK 好那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知道 before 電冰箱出現以前 人們怎麼保存食物 醃漬啊 還有呢 還有 曬乾啊 還有呢 吃掉它 吃掉它 叫做保存 那叫消耗 那叫消耗食物 謝謝 人們其實可以還可以用冰塊保存 哦 但 那怎麼做冰塊 對 對 哦 都我一時寂寞了 誰 拿來的冰塊給我 對 你就覺得說 OK 用冰塊保存 就是 但你沒有電冰箱 你怎麼做冰塊對不對 對啊 一開始 當然古早的人類 他們是會在 例如說 冬天的時候 他們會去河裡面找冰 OK 這笑點在哪裡 你追不追蹤古人啊 就因為我剛剛就突然 握冰球裡 我想說 真是幽默 他們真的就去河上找冰 OK 然後會把冰 運到地窖 嗯 放起來 他們就可以在地窖裡存冰 不是啊 那它 可以放到夏天這樣子哦 對對對對對 蛤 那個地窖是多深 十八層地獄嗎 是沒有 但是因為地窖 它其實因為 它不通風的關係 冰塊可以保存這樣子就 然後還有 當你的冰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其實會出現一種 我覺得方便大家理解 就是冰場 對 就是冰場就越來越冰 你可以這樣想 就是你越多冰 它就越來越冷嘛 真的假的啦 當然哦 所以我現在在我家的一個儲藏室裡面 密閉的 對 放入冰塊 呃 大概地下十層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所以他們地窖 古代人怎麼可能會有地下十層的地窖 沒有到那麼深啦 可是他們的牆壁可能很厚 因為以前是用石牆啊 所以真的不通風啊 哇 你現在又沒有辦法找到那麼密的牆 你現在就是 哇好神奇哦 對 所以以前的人其實是把古人啦 我們這邊講古人 還不是那種工業革命以後的古人 不是原始人是不是 也沒有到原始人 OKOK 就是孔子那個附近 孔子的古人 OK 欸我們就聽起來好沒學問 講什麼 孔子那附近 有文明之後了 以致用火的人 對對對 以致用火的人他怎麼保存呢 他就是用和尚的冰 然後收起來 收好好好 嗯 那個和尚嗎 Oh my God 這一集好混亂哦 和尚的冰 我今天就去佛室裡面說 不好意思師傅 可不可以給我一碗冰 這一集太混亂 這邊 等一下 聽有聽到這裡跳出率會不會很高啊 我覺得他沒留下 想說 到底 在講什麼 到底要不要好好講故事 好 你先冷靜一下 OK 哦對 因為我這一周有點累 有點亢奮啊 對 Emma現在已經累到亢奮 所以他就是今天就是不斷的有點過high 好讓我重新把這段好好的就是 rephrase一次 請繼續 就是以前的人呢 他們就是用 河上 端湯上塔 欸你先消的哦 到底要不要好好錄音 塔滑湯啥 湯燙塔 好以前的人 就是用海上 海應該不行 反正就是用合理的冰啦 然後呢 他們把它保存 那這些保存呢 就可以幫助他們 就是一直到夏天 都還可以使用這些冰 不管是吃 或是保存食物等等等等之類的 OK 所以一開始發明冰箱的人 他其實他覺得說 鑿冰也太麻煩了吧 所以我要來製作冰塊 OK 然而他是在製作 要做冰塊的機器的時候 無意間發明了電冰箱 哦 蛮合理的 有合理嗎 很合理啊 就想說 欸真的鑿冰好麻煩 我來用一個自動製冰器 對 結果就突然發現 欸這可以直接放吃的東西在裡面 這樣子啊 對 所以我覺得他有趣的地方是 有一句話叫做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嗯 所以在他有這個概念之前 他根本沒有想過有個東西叫冰箱 哦 他只是想要製冰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蠻有趣的 哇 他真的是算是一個歪打呀 正早耶 算是算是 當然我們就知道電冰箱發明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製冰嘛 嗯 可其實以前在中國唐朝的古代 他有另外一種製冰方法 在夏天也可以製冰 OK 他是用一種消食 是一種化學 然後他把這個消食呢 丟到水裡的時候 他會大量的吸熱 然後這時候整個河面都會結冰 哦 好酷哦 他其實做法你就把它想成有點像 我們小時候不會玩那種冰包嗎 哦對 就你按下去就突然變超冰 對對對 對就是像這樣子 我小時候超愛玩那個的耶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買一兩包來玩 你就是這麼愛 就是文具店老闆的 10塊這樣子 對 但你知道我在那個 直呼上面就有看到那個 中國網友啊 他們就想要自己 真的是小牛盾 用消食 對 在那邊搞 如何如何 我想聽聽下場 沒有下場很好 下場很好就是他可以產出冰 然後他就可以在宿舍用 只是問題就是他覺得這樣搞起來太貴了 就消食是一個很貴的材料 是不是 其實也不貴 只是因為你這樣要吃冰塊的時候 你大概就要花20塊去買那個消食粉 然後產出那個冰 那我一包冰塊多少錢 對 所以就不划算了 OK 不過這樣想也不對 因為你如果買一台冰箱的話就很貴 對 而且他有個好處是 你用消食製冰 你不用等 你大概半小時那個水 水跟粉貨在一起 就會有冰了 欸可是這樣子的冰塊可以吃嗎 欸但是古代的消食的冰 確實不能吃 他只是用來降溫 OK 或是保存東西 現在看起來是有賣可以吃的 哦 欸我好像有看過這個東西耶 激素冰包對不對 我其實是在 哦 我是在我們小時候很常去 因為我媽媽是台南人 嗯 然後我們就很常去台南的時候 我們就會繞去那個散化糖廠 嗯 然後糖廠裡面就有賣冰 啊他們的冰就是真的在糖廠裡面做的 對 然後他前面是商品區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就是有點像 我覺得是像觀光工廠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看那個 冰棒是怎麼做 對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大缸東西 然後裡面就是 白白的很像牛奶 但是沒有那麼 呃比較清澈一點 嗯 對 那他感覺就是 用消食然後加水 然後在裡面 哦就激素降溫啦 對 然後他只要把那個冰棒 就是他先用那種 很像製冰盒的東西 然後他把它分裝好之後 然後 往下面泡一下拿起來 他就變冰棒了 對 所以你其實不是吃消食跟水混在一起的東西 我們只是靠著他 只是吃他的環境 對 所以大家如果要做這件事的話 千萬不要把消食跟你的水混在一起哦 我覺得大家就還是去Seven買就好好不好 一包冰塊沒有多少錢 而且我覺得現在很方便是 便利商店都會有那種冰塊杯 那個很讚 因為你有時候買飲料 那飲料不是冰的 對 但你如果買冰塊 又塞不進寶特瓶裡面 這時候你就需要冰塊杯 沒錯 沒錯 同意 好啦 所以大家還是乖乖用冰箱啦 那冰箱其實也是就是 現代人 我覺得蠻不可或缺的一個東西 真的耶 你看又是我住山上沒有冰箱 我直接餓死 哦 因為你就沒辦法存涼對不對 對啊 那你知道冰箱 其實是一個 非常耗電的家電嗎 我以為是熱水器 熱水器 哦 哦你家是電熱水器是不是 對啊 那不然呢 還是用天然氣 用電熱水器 哦 那確實有可能蠻耗電的 哦 對就是 一般大家都知道說家裡有幾個 就是沉默的吃電怪獸 因為我講沉默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冷氣耗電 但是沒有什麼好說的 對 那有一些是大家比較不會去注意到的 例如說冰箱 就是一個 OK 然後呢因為以前我家的冰箱 就我之前在新加坡租房子的時候 冰箱就沒得選嘛 就是房東配什麼就 就用什麼 對 然後我之前租一個人小套房的時候 那個冰箱超大 比我本人還高 真的假的 對 太巨了吧 很巨非常非常巨 就好幾層 好好笑哦 就非常大 然後呢我就一直覺得我家裡 為什麼電費 我那時候 第一年到新加坡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我電費好貴哦 對 因為我一個人住 我每個月的電費大概是六千塊台幣 好似哦 因為我出來乍到 我就想說哦 原來新加坡電費這麼貴 對 一個月一個人就要六千塊台幣 結果我後來第二年 我就換了一個地方住 嗯 我就發覺電費急速下降 那個地方沒有冰箱 有冰箱 可是它的冰箱沒有這麼荒謬的大 OK 就是一個比較適中的size 嗯 然後我就發覺哦 原來那個吃電小怪獸真的是冰箱 真的哦 真的非常的可怕 那你後來的那個電費是 少到多少 就回歸正常 就變成一個月大概一兩千這樣子 差這麼多啊 對 而且我那時候 那我第二年還是幾乎都是在家上班 所以其實用電量應該比較大 所以冰箱有可能 如果冰箱超爆巨大的話 有可能比冷氣還要耗電 它當然大小會有差 第二個還有就是你如何使用它 因為像我一開始沒有 好好的在用那個冰箱 幾乎都讓它空 他們說空的話冰箱特別耗電 哦是哦 對 冰箱盡量要放到什麼七八成滿 會是比較好的 所以阿嬤其實很懂用冰箱 阿嬤沒有 因為阿嬤都放到120 120 對 塞到爆 塞到爆 然後加爆紙 都不知道什麼是什麼 對 阿嬤的魔法冰箱應該都不行 無底洞 對超級可怕 好那因為我們剛剛講說像冰箱的大小 可能會影響它耗不耗電嘛 所以我就在PET看我一個網友 他就說 因為他也是住外面 那他就想要去買一個小冰箱 因為他就想說 買比較適中的大小啊 這樣子他一個人用 然後電也不會太貴 嗯 然後呢他就跟他的朋友討論 然後朋友介紹他說 哦 你就到哪一條 省道上面有個右轉 有個賣二手電器 那邊都很便宜 這個網友就很興奮 他就想說他要去看 然後那天呢他就很高興 進去那個二手電器行看 沒想到那個二手電器行 賣的東西可多了 不是只有冰箱 OK 就他連那種什麼 賣檳榔攤的攤子都有賣 這麼多樣化 對就是很多樣化 然後一些那種 超商的那種 透明的那種 冷藏櫃也都有賣 就有沒有理髮廳的 那個轉轉轉的霓虹燈 你說紅白的那種燈對不對 反正那家店就賣了很多 各式各樣的這種東西 他就看到一個 很小巧可愛的冰箱 然後呢他就看那個大小 非常適合他 大概就是有點像 兩個飯鍋這樣子 拼起來的大小 喔這麼小 對這麼小 他就覺得喔超棒的 而且還是那種 透明的門 就是有點像那種 展示小冰箱的那種感覺 很像去那個啦 飯店裡面那個mini bar 對對對對 像那樣 他就很高興 他就買了 回家的路上很高興 他想說終於可以冰東西了嘛 他就買了一些 就是那種 酒啊 啤酒啊 斯美洛啊 決定晚上要邀請他的朋友 就是來他這個宿舍裡 就喝的這種清涼的啤酒 開一個吧 Party這樣子 OK 好 然後就回到家裡 他就把這個冰箱洗乾淨 東西都冰進去之後 就晚上Party就開始了 他朋友就要來參加他Party了 然後就他朋友 一打開門 然後就覺得說 喔你的宿舍好香喔 你在煮什麼 然後原婆就想說 蛤我沒有在煮東西啊 然後結果 他朋友就說 欸你的冰箱在冒煙欸 Oh my God 什麼 然後就原婆就想說 冒煙 結果他一看 他就拿出他那個絲美洛 然後是燙的 喔 那 他買到 真包子的那個機器 蛤 比我想像中更恐怖 因為我本來以為他買到的是那個 Seven裡面不是會有一些 裝熱飲的機器嗎 不是 然後他買到 真 真 那種 奇美 真龍 對 奇美冷凍肉包 欸不是啊 他沒有問老闆那是什麼東西嗎 老闆這樣子 而且還好沒有爆炸欸 不會爆炸 為什麼會爆炸啊 因為 斯美洛不能蒸嗎 啤酒 啤酒 真的 不會爆炸嗎 喔對啦 是是是 如果真的太過頭 可能會有一點 好恐怖 我就想說 什麼鬼啊 這個好酷喔 哇這個超ㄎ的 超ㄎ的啊 而且他是完全整個反過來 就是我想要他動不清超冰 結果他直接給你熱的 直接給你超燙 哈哈哈哈 oh my god 那你知道現在有些比較先進的那種 智慧冰箱嗎 嗯 你看過哪幾種 我看過有一種很酷的 怎样酷 就是你這樣子 欸 摳摳 敲他幾下 喔 有沒有 他直接 就是請問 媽媽在家嗎 那種 無狼們 無狼爹們 沒有 你這樣摳摳之後 他就是會 裡面會有燈 然後很透明的 對 你就不用在那邊 欸 開開觀觀 開開觀觀看 裡面有什麼 在那邊想 喔我到底要喝什麼 就是那個敲敲看冰箱 最近就是很紅的 喔是嗎 他就叫敲 他怎麼叫一個這麼 怎樣 好好說話 這麼讚的名字 有點童趣啦 對 欸可是我其實當初覺得這個蠻雞肋的欸 會嗎 為什麼你要敲他看裡面啊 你自己買什麼都不知道喔 因為你就是會這樣 你打開冰箱 然後就開始想 你要吃什麼 你要喝什麼 然後就一直看 一直想 想不出來 然後你要再關起來 就想說 欸不能 不能太耗電嗎 他先關起來 然後想一想 就想欸 忘記剛裡面有什麼 再打開 喔 然後又看又想 這時候 你就只要敲他 不方便嗎 我覺得還好 可能我沒有這需求 那你知道 智慧冰箱嗎 智慧冰箱是什麼意思 會講話嗎 好 那你想像 我們都知道有智障型手機 跟Smartphone 那你覺得 所謂的智慧冰箱 你覺得他可以幹嘛 他可以自動調節溫度 就是例如說 裡面的東西比較多的話 喔 對 變比較冷 會變 就是恒溫 對 我是不是突然講出一個很有智慧的答案 也還好 我不會說 他會幫我配菜 然後丟菜給我 那叫自動販賣機 OK 我今天想要吃 海鮮番茄義大利麵 然後就這樣 直接煮好 丟番茄丟 丟出來 整個全部投出來 投食機的部分 我覺得未來 eventually可能會啦 我想像他有什麼 會講話啊 吃會的東西一定要講話 一定要講話 OK 嗨 美根 今晚想來點什麼 然後你講了以後 他就幫你撥到UberE 然後 他就 沒有 他可能 現在的科技比較非一點 他就只會幫你把 冰箱門打開 打開而已是不是 那我就直接跟他說 嗨 冰箱 請打開 就是比較快 真的沒有請去 沒有請去 OKOK 大概就這樣了 那你對智慧冰箱的要求 還有什麼 就只有剛剛那樣子 對啊 還有什麼嗎 欸 剛剛那個很強欸 很強 你說投食機嗎 有加投食機嗎 投食機沒有啦 那不叫投食機 投食機是把食指丟出去 你不要再亂用詞了 他要投食物出來給我啊 然後我就在那邊 跟他拋街球 不投食機 這樣大家不懂 嗯 可以用手機 開 門 好 你說 冰箱有遙控器的意思 我跟你講 智慧叉叉的 這些東西都超廢的 他都要 不知道為什麼 要跟你的手機 WiFi連接 或藍牙連接 但壓根就用不到 沒有你要突破想像 因為我們現在會列入 我們現在會陷入一個 想要發明冰塊 去冰東西的科酒 我們要 我們要完全跳脫 如果今天真的有個 智慧冰箱 你覺得他可以幹嘛 OKOK 我這樣打開對不對 第一層 然後我這樣呼喊 第一層對不對 第一層就這樣 嗯 弄出來 伸出來給我 收尾 他就會 嗯 拿回去 這樣子 所以我就不用 自己去搬那些東西 對 OK 或是 或是這樣 我就說 我要可樂 然後他就會像 夾娃娃機這樣 是 然後直接夾 夾給我 所以你現在都是 偏向拿取面的 對不對 因為你剛剛從 開門 開門 然後都拿東西 因為 你就知道 要從冰箱裡面 拿的東西 有多累 所以你都沒有 想過是 就是 其他方面的嗎 你開冰箱 除了拿東西 你還要幹嘛 好我舉個例子 其他人對於 智慧冰箱的想像 還有廠商現在在研發的 OK 例如說是 當你冰個東西 進去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掃它的條嘛 它會知道它的 營養成分 嗯 然後或是保存期限 嗯 所以今天你可能點 冰箱上的銀幕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你哪些食物 快要到期 OK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的 跟飲食方面比較有關的 不是跟拿取方面有關的 沒有他們這個很不切實際 怎麼說 因為他們要想的第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第一件事都還沒被滿足 你就拿取面了嗎 對啊我們連拿都很難拿 他們給我掃條碼 OK 他們給我開玩笑 你就是先 幫我拿好 然後我們再來想條碼的事情 好那我在想 為什麼拿這麼比較難 是因為它可能牽涉一些機械手臂 但是掃條碼 這些它其實廠商基本上 它就是鑲嵌一個很大的pad 在你的冰箱門上面 哦對啦 很方便 而且如果它 假如說我們食物 上面都有那個包裝 都有那種RFID的話 整個 全部都有了 對就其實比較容易嘛 對不對 所以像 他們這樣才是 好不好 沒有跳出 便宜行事 對他們沒有跳出這個 框框外面 智慧冰箱越來越多人買嘛 嗯 我就看到就是 中國網友有一個抱怨 他就說他買了這個 雲米冰箱 那它也是在那個 面板上面有一個 像pad一樣 就你可以用它看劇 播音樂之類的 就比如說媽媽裡面炒菜 就可以在冰箱上裡面看劇 像這樣子 OK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pad 箱嵌在你的冰箱門上 然後你可以直接教食譜出來 就如此類的 啊 不錯不錯 但是呢 有一個錯的地方是 因為 這個冰箱上的這個面板的廣告 是關不掉的 嗯 好吵喔 不是 它不會吵 它沒有聲音 嗯 但它就是會不斷的播放 數位的廣告給你看 所以你家裡就很像有個 大型的廣告看板 在你家 喔 好煩喔 完全關不掉 然後一直亮著 對 你唯一能夠關掉它的方式 就是去點它 右上角有個非常小的叉叉 嗯 你才能把它關掉 可是過一陣子 它又會再跳出來 因為它的螢幕保護程式 就是廣告 喔 所以你家就變成了 擁有一個很大的廣告看板 哇 OK OK 這真的滿腦能的 超腦能的啊 憑什麼我家要放的廣告看板啊 我想一下 但是你想想看 像Kindle 你那個螢幕保護程式的時候 它也是給你廣告 但是它有給你選擇啊 你買的時候它會說 你要無廣告版 還是有廣告版 嗯 所以它們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有廣告版的比較便宜 對 有可能 對 人家就想說 好啦 我自己當初不懂事 我自己貪小便宜 對 但是還有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Kindle你都收著 你不看你就看不到 冰箱你超大 你有時候還放在客廳 而且Kindle是那個黑白的 電子紙 對 它這個這樣 五光石色 對 超大的喔 我弄給你看 哇 真的很 就是一整 這是整面耶 整面冰箱的門啊 而且它就大大寫著 週末零補貼 欸這是公測站耶 那是公測站的看板大小耶 對啊 我剛剛以為是小小跟iPad一樣大 不是 各位聽有 那跟冰箱的門一樣大 就是冰箱雙開的話 它其中一扇門全部都是這個廣告 Oh my god 這個不行啦 對啊 超雷的 好啦那 前面有講到魔法阿嬤的冰箱嗎 沒有魔法是我的冰箱的啦 阿嬤的冰箱都很可怕嘛 對不對 對 這好像大家不會覺得意外對不對 但是 我完全不會 但是很多人的 很多人家的冰箱都非常可怕 真假的 我就看到那個 DK上有個網友啊 他說 他們家的冰箱是要預約的 因為他們家冰箱 是洗澡嗎 請問 因為他們家的冰箱都是滿的 所以他們今天如果帶回去的東西 大概超過餅乾盒 就必須要先跟媽媽講說 洗餅嗎 是洗餅那種嗎 超大盒的嗎 沒有那麼大盒 OK 小一點 小一點 再小一點 便當盒 超過便當盒 太小了 就要跟媽媽預約 太爆小了吧 而且呢 那要提前多久預約 兩個禮拜 應該帶回 超久 要先登記 很像在訂很夯的餐廳 跟胖子話說 我兩個禮拜後 可能有一點點飯吃不回來 吃不下 要帶回來 我那時候大概吃的滿飽的 沒有辦法了 笑死 而且他們家到現在裡面 他有發掘1996年的食品 那憑什麼他要排隊 他就去把那些東西丟掉就好啦 對 可是你要翻嘛 因為你要把所有層層 就一層一層層全部拿出來以後 再把最裡面丟掉 喔 所以其實他要排隊的原因是因為 媽媽要幫他整理出空間 沒錯 所以呢 這個這種家庭就非常適合 我們剛講的 智慧冰箱的概念 條碼的部分 不管是條碼 還是機械手臂 好 對 條碼先抓 就是去年以前的 全部都用機械手臂抓出來 對 丟掉 哇 好AI喔 對啊 超棒的 先推薦他們家買一個智慧冰箱 真的耶 那你記得不要買到有廣告版的喔 沒錯 但其實 絕對不是只有家庭號的冰箱 才這麼可怕 我有看到有一個D卡上的網友 因為他們是住宿舍 然後他就分享說 寒暑假後 回到宿舍 打開冰箱 都會傻眼 好緊張喔 像他們就說 因為一收假回到宿舍以後 應該第一天就是要忙著打掃嘛 因為可能就是 桌上床上都是灰塵 對 然後呢 冰箱如果幸運的話 室友可能已經清空 然後店也拔掉了 但如果不幸運的話 就是 店已經拔掉了 但沒有清空 喔 太不幸運了吧 這是不幸了 然後呢 就有個網友說 他們就是放 寒假回家前 有一個同學 放了一條魚 在冰箱裡 是生的嗎 生的 Oh my God 然後並且 很環保 把店給拔掉了 就回家了 結果 他們收假的時候 一開始 不敢進去 因為以為房間裡有死人 好恐怖喔 因為超醜 你說他已經突破冰箱 突破房門 對 沒錯 在外面就聞得到 沒有錯 沒有人敢進去那個房間 Oh my God 就是很多 就諸如此類似 然後於是乎呢 我就想說 那大家到底在冰箱裡 冰過什麼怪東西 然後我就稍微查了一下 我就發覺很多人 會在冰箱裡 冰書 欸 你是說我在看的書 的那個書嗎 對 對 為什麼 因為 沒有書櫃 不是有書櫃 是因為 如果你的書 今天很不幸的 就是沾濕了 那他如果放在外面 乾掉的話 他是不是會變成 粥粑粑的 嗯 但是如果你把他 冰在冰箱裡 就會變得完好如初 真假的啊 真的 這太有才華了吧 誰發現的 誰發現我就不知道了啦 但是 畢竟我連冰箱 誰發明的 我都不知道 冰 他就說 我覺得很可憐欸 然後不知道他是誰 你是說冰冷藏嗎 冰冷凍 冰冷凍 他不會結冰 對 不會結冰 啊好酷 然後你冷凍冰冰以後 你可以把他拿到冷藏回溫 最後再拿出來 他就會完好如新 Oh my god 欸這很強欸 對 不幸發生書本弄濕的話 請試試看 欸等一下 不過那是只用到水的狀態喔 如果你今天用到的是可樂或是奶茶 那顏色應該還是會在啦 但是是平的啊 對啦 但是至少是平的 你知道我之前有想過 用什麼嗎 用什麼 運動 喔我跟你講 網路上也有很多人講用運動 但是根本不可行 真的超不行啊 而且那個書這麼厚對不對 對 你要一夜夜燙 我到底是要我幹嘛 我跟你講 我那個封面封底用完之後 我就放棄了 我就把它放著 然後最後Q起來 那你就是沒有Google 你Google就會發覺大家都叫你拿去冰箱 因為我想說這種事情好像不會很常見 喔 沒想到 嗯 就是冰箱喔 OK OK 酷喔 然後呢我還看到第二個怪東西 那這個怪東西其實 我覺得這個人很適合跟我媽當朋友 嗯 因為他就是在冰箱裡冰魚 但這個魚呢 並不是吃的魚 而是他魚缸裡死掉的金魚 那就是媽媽 那就是我媽媽本人 他自己去留言的吧 就是我媽媽本人 他PO文的 然後還有第三個怪東西呢 是有一個網友他冰了他 他懷他女兒的時候 一起掉落出來的胎盤 OK 好 那你現在滿臉疑惑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冰胎盤對不對 對 好 我告訴你 因為胎盤其實是一個美容養顏的盛品 所以呢 很多孕婦呢 都會在生完小孩之後 要求醫師把胎盤留下來 然後他們要吃這個胎盤 吃自己的胎盤 胎盤 啊他們會怎麼料理他 嘿 麻油草 嘿 吃他一盤 欸不可以要吃生的 蛤 對要吃生的 可是他們把他凍起來 對 冷凍 他就是一塊血肉模糊的肉這樣子 然後 又吃生的 真的真的 那可以調味嗎 好 我來講一下 因為我有一個 這個閨蜜 她也是把她的胎盤 冰在她的冰箱裡面 然後吃掉 然後呢 她就有問我說 要不要一起來食用這個胎盤 因為她美容養顏嘛 所以不是吃本人的才有用 吃別人的也可以 吃別人的也可以 OK 那你現在開始就去各家各戶 挨家挨戶 問她 你有沒有胎盤 沒有喔 但是我等一下再補充 先有關胎盤 吃胎盤這件事情的喔 OK 因為我先講 我們那時候要怎麼吃 我就問她說 好那怎麼吃 她就說 那她就先用果汁機 然後跟 打成smoothie 好噁心喔 好好心喔 那你就是要跟其他的東西一起配在一起吃 好恐怖喔 就是可能就是 洛泥牛仔裡面加一些 因為我剛剛想像它是一個肉吧 對啊 是一塊肉啊 就算是肌肉 給我打成果息 我都覺得噁心 怎麼會那個 已經很噁的 你還把它打一打 就是美容養鹽 OK 對就是 就是一般來講都是這樣的吃法 那可以加蜂蜜嗎 你想要加什麼都可以 只要你可以把它吃掉 都可以 喔 OKOK 那應該就是不要加的東西 你就可以越快把這個東西吃掉 還是說你把它切成小塊 放在空膠囊裡面 然後吞一堆膠囊 多小塊 嘿 你要切到比膠囊還要小 對 不然你就把胎盤都切成膠囊状 然後一天扶一顆 一天扶一顆 不是不是 如果你要切成膠囊状的話 你就會變成像是吃中藥 一次要吃20顆 對對對 但你不能吃那麼多嘛 所以你就只能一天扶一顆 這樣有用嗎 可以嗎 可以分次嗎 可以分次可以分次 分很長時間也可以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個保鮮期啦 就跟魚啊肉啊 一樣都是有保鮮期 對對 畢竟它是肉 對對對 但你們最後怎麼吃 我最後不敢吃 但它真的是打成smoothie 噢no 好狂喔 但你以為這很狂對不對 嗯 然後你剛問我說 是不是可以吃別人的胎盤對不對 我告訴你 其實這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中藥 叫做紫盒車 你如果有看宮廷的劇都會看到 就是所謂這些嫔妃們在吃的這個紫盒車 其實都是胎盤 然後你如果去中藥店買紫盒車 也是胎盤 只是它可能不是人的 如果是去中藥行的話 是已經把它當藥材來使用 還是你要吃它 對啊 已經當藥材來使用你還是要吃它啊 不然中藥要怎麼用吸的喔 就是燉啊 對啊就是用那個你知道用信用卡 給它噔噔噔噔噔 然後用鼻孔吸喔大家 並不是 可是你還是要吃它啊 真的喔 你用燉的你也是吃到它啊 我以為是像沒有 就是有一些那個藥不是用 要煎藥嗎 然後就會有一些茶 水湯這樣子是不是 喔這我就不知道了啦 但水湯也是 就是你知道 也是就這樣流進去 哇賽 好狂喔大家 好啦 那要是以後未來 我有機會有這個胎盤 你要不要吃 那是打成smoothie嗎 那你要教科學膠囊是不是 我要 科學中藥 弄膠囊 我看你吃好了 我在旁邊笑 哈哈哈哈 要跟你分享胎盤欸 拜託 哇真的好猛喔 可是這是一個常見的事嗎 就是大家都會吃嗎 欸蠻常見的 那大家都會拿來 放在自己的冰箱冰嗎 欸我聽過蠻多次的啦 我們剛剛查了一下 就是大家都有沒有吃胎盤 結果我看到有一個網友說 他的胎盤啊 冰在冰箱裡 然後結果 被他婆婆拿去燉來吃 蛤 婆婆 欸 婆婆 婆婆自己去生啦 婆婆 欸這真的是 這很氣欸 勿偷人胎盤好嗎 而且還是被婆婆偷 對呀 你要怎麼 如何吃好 蠻多人吃的啦 看起來 不過也是有很多爭議 就是醫生是不建議大家吃 都有 好啦 剛剛想一想 還好是婆婆吃啦 要是公公吃的話 我更瞎眼吧 公公不會要吃吧 公公為什麼不能養顏美喔 你這樣性別刻板印象 欸你真的我想到之前 看到一個很噁的新聞 也是一個網友講說 他的母乳 被他的婆婆拿給公公喝 為什麼 而且蠻 蠻 蠻多人講這件事情的 你說 因為母乳 你知道如果你太多的話 就是會冰在冰箱啊 喔 他們想說 特賊這樣子嗎 對啊 就是 你如果很多 那反正你都是要擠 然後母乳對身體 又好像不錯 然後結果就被他的婆婆拿給公公喝 哇這會有一種尷尬的感覺 超尷尬的啊 喔這真的很尷尬 對 你以後要怎麼面對公公 欸你是我奶長大的喔 叫我媽媽 會不會 就變超秋的啊 其實還不錯 欸 能維持我奶長大的 然後全部都站起來 然後我看到一個是 另外一個網友 在那個 媽咪拜的網站說 就母乳嘛 就是他小孩就喝不完 然後原本他那個瓶子就放在流理台上 準備要洗了 然後結果就看到公公想說 啊這個不喝掉很浪費 他就打開 然後把那個奶喝掉 欸 老人家很喜歡喝奶捏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他們因為 他們想要補充蓋子 所以靠 奶製品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不可以浪費 可是這就很怪 我也不是說不能理解 對 對對對 對 那是 只是很好笑 那個情境太怪了 超怪的欸 所以這時候你就只能 靠這個 幽默化解 欸你要吃我奶長大嗎 我覺得 先不要這樣跟公公講話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好怪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如果當公公的話 請節制一點 我們的頻道裡應該 還沒有人當公公吧 還沒是不是 太誇張 現在有些人很早生的啊 然後還要再生到兩代 那年輕阿公啊 好啦 各位阿公 注意囉 注意自己的行為好不好 欸 我們從冰箱聊到 母奶 好啦 那既然進入12月了 那12月大家都知道是一個過節的氣氛 沒錯 不免俗的 我們又到了一年一度 鏘電感應的禮物交換時間 哇 好久沒有鏘電感應了 可能我們有些新聽友 我們來先講一下鏘電感應是什麼好了 鏘電感應呢 就是 以往我們節目上會玩的一個遊戲 對 就是我們內心呢 會想一個物品 然後給大家 三個提示 是三個提示嗎 還是四個 還是五個 三到五個 好 三到五個提示呢 讓大家來猜猜看 我們內心想的物品是什麼 那既然現在是交換禮物 所以呢 我內心就想了一個 我要的東西 我希望 Ember藉由這些提示 能夠 成功的買對 送給我 那同樣的呢 Ember也會 內心有一個 她想要的東西 然後她也再告訴我 三個提示 然後呢 我會 盡可能的買對 送給她 對 我們就要猜對方 想要的禮物啊 但亂買一波 沒有亂買 我沒有亂買一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年的影片 去年的影片在那個 Facebook上面 Instagram好像也有 好 大家去看就知道 Ember真的是亂買到一個爆 我真的沒有 雖然說是亂買 但是我也是 精心思考過 沒有 我跟你講 大家去看 那個去年的交換禮物的影片 就會知道 誰的品格比較高潔 欸 交換禮物 沒有 你這樣子有點這個 誤會交換禮物的真諦 沒有 是你誤會 大家自己去看 OK OK 公道自在人心 好 我們先不管去年的啦 今年 過去的事 不要再說 我們就是moving forward 對 我們今年來 美根題目先 我想要的東西 第一個提示 大家聽好囉 大家幫Ember一起猜 第一個提示 非常有過節的氣息 第二個提示 多樣化的組合 OK 第三個提示 可食用的消耗品 可食用 嗯 然後是消耗品 可吃的消耗品 請問一下 什麼東西可食用 但不是消耗品 就是一些 那個磨牙玩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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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是一隻狗 結牙骨 哈哈 我是說人類 人類有嗎 我跟妳說 一般的人們 沒有在吃這些東西的 好啦 三個給妳啦 好好買好不好 欸妳這個 弄得很超像 那我要講一個 那妳讓妳問一個問題嗎 讓妳問一個問題 多樣化的組合 對 通常的樣子都是大同小異嗎 欸我覺得那個vibe 都是大同小異 可是 妳在跟我說vibe 妳第一個就說vibe 是有過節的氣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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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小異嗎 差很 很相異 很相異 差很多 對 妳是不是要我要死 呸呸呸呸呸呸呸 想什麼死 OK 在這個大過節的 大家 加油囉 我就靠妳們了 妳們如果沒有好好發揮 好好發揮的話 我就要失控了 欸 去年 沒有人猜對欸 有啦有 有嗎 妳的有人猜對 喔對 所以去年有 有聽有猜對我的 有 可是妳出的 沒有半個人猜對 對 因為我出的好像 太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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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 好像 我出完之後 我不知道那個東西要 叫什麼東西 對 妳講不出來 對對 我不知道 大家去看影片 他被我 被我狂批 還有所有的 聽友狂批 大家就問號 問號 滿頭 黑人問號 好了 那妳今年要什麼 啊 我今年要的是 生活中很常用到的 物品的配件 喔 的配件 對 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它有在特定的 空間使用 特定的空間底下 對 喔 這題是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 通常用不壞 喔 用不壞喔 對 它大概多大 可能一隻手 長這麼大 喔 OK 欸 懂 問問題欸 不然勒 我不知道欸 我就去買一台冰箱啊 好了 那我們再開放好不好 就是 我們開放 聽友提問 然後妳選一個 聽友的提問 OK 回答 可以可以 然後今天這集播出的時候 大家就看那個 Facebook跟Instagram的限動 我們會把這幾個提示 打在上面 然後大家 可以再問一個問題 對 妳就是 我的跟美根的 都可以各問一個 對 然後我們會從這些問題中 再挑一個問題來回答 對 好啦 如果有聽友猜中的話 我們今年就送一份 好 聖誕小禮 我們再想一下啦 我們再想一下要送什麼啦 對啦 你們敬請期待啦 不要逼我們 不會是爛東西啦 賭上我們高捷的名譽啊 高捷是甚麼 高捷啊 就是高捷 高捷 OKOK 不是那個演員喔 為什麼我們高捷 誰在哪裡 很高的高 清潔的捷 高捷 好啦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給我們五星留言 也可以到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來找我們聊天 如果你想要得到 聖誕禮物的話 那就來 就猜猜我們剛剛 究竟 我跟美根 取了什麼 交換禮物的願望呢 沒錯 我是美根 我是 Amber 下週見 拜拜 嘟嘟